17岁花季女孩被绑匪囚禁地窖整整158天 地窖不见光不通风 阴暗潮湿臭气熏天 五个多月的时间里 女孩睡的是吸满美水的床垫 吃的是绑匪扔在地窖的一袋大米和一把面条 每隔20天绑匪才想来开一次灯 看人还活着没有 就是这样极端恶劣的环境 花季女孩如何才能生存下去 她又是如何被警方成功解救 强烈建议还在上学的 或者有孩子上学的都应该看看此案 白天不懂黑的夜 袁宗陪你看世界 时间2011年4月7日一大早 地点四川省人寿见 一名中年男子急急忙忙跑到橘子报案 称自己的女儿小文莫名失踪了 小文是英界中专毕业生 现在一家企业实习 两天前接了一个同学的电话后 就离奇消失了 闻遍了所有人都不知道她的去向 手机也关机了两天 无法打通 小文的家人只知道她去找同学玩去了 至于去找的谁 无人知晓 警方立刻立了失踪案 并对县城里所有网吧及年轻人爱玩的场所 做了全面摸牌 结果却是一无所获 小文母亲甚至在想 她是不是被同学骗进了老鼠会 警方也第一时间找到了最后一个约小文出去的同学 只不过同学坚称 他们确实给小文打过电话 但他们最终没能等到小文 他们同样也奇怪 为什么小文会爽约 甚至连电话都关机了 时间一晃 就是21天过去了 失踪的小文 仍旧没有半点消息 直到小文的父亲 突然接到一个陌生来点 说来也奇怪 小文的家庭条件并不怎么样 虽然七万块钱不算天文数字 但这对于小文的家庭来讲却十分困难 绑匪怎么会选择这样一个家庭下手呢 警方分析 这些绑架案极有可能是一起随机绑架案 意思就是说 绑匪就是随便找个容易得手的小女孩实施绑架 还有一点很奇怪 通常绑架案都不会拖这么长的时间 才跟人质的家人联系 为何小文在被绑21天后才跟他的家人索要赎金 而且赎金也只要了七万块 难道绑匪另有所图 警方的第一直觉是寻丑 然而小文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 一辈子勤勤恳恳干农活 也没有得罪过任何人 更没有外债 谁会想这个办法整他们呢 警方决定等绑匪再次联系的时候 跟其周旋找到更多的线索 然而这个绑匪还真是不按常理出牌 一周过去了 根本不联系 变化也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正当案件侦查陷入僵局的时候 突然 小文的抠抠在成都的彭州 温江 皮县等不同区域登陆了 警方不由的联想到 这起绑架案会不会是小文自编自导自演的呢 难道小文跟别人合伙骗父母的钱 要知道 这类假绑架案以前也发生过 然而当警方与小文的抠抠进行沟通后才发现 原来是小文的表姐登陆的小文抠抠 他说他常登陆小文的抠抠 目的也是为了寻找小文的下落 时间一晃已经过了一个月了 小文仍然没有半点消息 正当小文的父母和警方都心急如焚的时候 突然 绑匪再一次打来电话 催促家属交钱 警方立刻授意小文父母对绑匪说 咱交钱可以 但必须先让我们跟小文通电话 让我们知道小文是否安全 谁知刚讲完这句话 绑匪光的一声挂断了电话 正当大家再一次陷入绝望的时候 谁知第二天一大早 绑匪继续打来了电话 绑匪说 你们不是想知道小文是否安全 我在公园里某个角落留了一个U盘 你们看了就知道了 说完就再次挂断了电话 警方立刻暗中对公园布置了警力 但并没有发现遗伤 在绑匪指定的角落 确实找到了一个U盘 打开一看 是一段绑匪录制的并不怎么清晰的视频 通过这短短20秒的视频 警方发现视频里面没有任何杂音或者环境音 警方判断这应该是在农村或者郊区一个密闭的环境下录制的 于是警方立刻对周围郊区和农村进行摸牌 然而最终还是一无所获 不知道是不是被绑匪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又是一个多月过去了 绑匪再也没跟小文的家人有过任何联系 至此小文从失踪那天算起 已经消失了三个多月 小文的父母几乎已经到了崩溃和绝望的边缘 各种最坏的猜想不断从脑子里涌现出来 警方决定引蛇出动 主动向绑匪要求的账户 也就是小文的银行卡里打入了一万元 希望在绑匪取钱时能够抓住他 然而这个绑匪显然具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 钱摆在银行卡里 他就是不去取 时间一晃又是五个月过去了 绑匪终于再次打来了电话 在这次电话里 绑匪说这将是他最后一次通话 如果再不按约定给钱 他就要撕票 并且这次绑匪依旧给了优派 在这段视频里小文依旧被关押在昏暗的房间里 不同的是小文被一个戴着黑色面罩和白色手套的男人扯住头发 五花大绑的靠在墙边 小文的母亲还没看完这段视频就晕了过去 这次绑匪将自己包得严严实实 但终究还是露出了破绽 破绽就是绑匪将保存视频的U盘埋在马路边的花坛下 最终警方靠着监控排查 锁定了嫌疑车辆 那是一辆成都牌照的灰色SUV 警方顺刮摸腾迅速锁定了车主身份 赵高 他是公交公司的维修工 工作20天休息10天 上班时间人就在成都 休息时间人就在滋养家里 赵高的婆娘名叫黎瓜瓜 通过秘密调查 赵高夫妇也不是什么正经夫妇 嫌疑非常巨大 2011年9月9日 警方决定雷霆出击 兵分两路 一路人马负责活捉正在上班的赵高 一路人马包围赵高的家 负责解救人质 随着一声令下 黎瓜瓜在家中被警方活捉 赵高也几乎同时在成都被活捉 赵高当即就交代人质 就关押在他们家里 然而黎瓜瓜都被戴上了银手镯 仍不老实 拒不承认绑架 关押人质的犯罪事实 赵高的爱人 他也不配合 他肯定他有 他心想 他关押的地点很隐蔽 他是不能发现的 他都没有跟警察说 具体关押在什么地方 黎瓜瓜显然还心存侥幸 直到听说老公已被活捉 他才将关押小文的房间 告诉了警方 即使是知道了地方 民警们也费了老鼻子劲才找的 一个大铁柜后面 隐藏着一扇大缸门 打开大缸门 是一个不足两平米的空间 拉开底下厚厚的缸板 终于是找到了惊吓过度的小文 这是一个深入地下四米深 阴暗潮湿的地窖 四周密不透风 臭气熏天 里面几乎听不到外界一丁点声音 同样地窖里的声音 也根本无法向外界传说 另外还有一个简易又肮脏的厕所 在地窖的一个角落里 小文时刻带着笔拇指 还粗的铁质手链和脚链 除了这个五平米的地窖 他哪都去不了 大部分时候 地窖里都安静的可怕 耳朵里回荡着真空般寂静的嗡嗡声 小文就在这样的地窖里 被关押了整整158天之久 等到小文慢慢平复心情以后 警方先将他带到医院接手检查 随后再安排小文跟父母团聚 据嫌疑人赵高交代 他们两口子带着小女儿 开着越野车在城里转悠 在路上发现了独自行走的小文 看他丝丝纹纹的样子 就感觉他很单纯 于是便以问路为由 把小文骗上车 小文看到他们一家三口在车里 也就放松了警惕 没成想上车后 就被赵高戴上了手铐 并用车里的被子 将小文整个包住踩在脚下 犁呱呱见得守候 便开着车 飞快地赶回自己家里 回家后 赵高便将小文锁在地窖 因为赵高害怕妻子管不住小文 这158天里从来就不让他下地窖 而赵高因为要去成都上班 一走就是20天 赵高离开的时候 会留给小文一些米把面 菜什么的是不可能有的 要喝水也只有自来水 因为没人管 小文一般少则饿8天 多则饿上10天也是经常的事 为了活下去 见到自己的父母 小文饿得实在受不了 就给自来水里加点盐巴充剂 而赵高夫妇之所以绑架小文 仅仅是因为修房子找人借了钱 还欠人家7万块钱 所以就借问路之名 随即将马路上善良单纯的小文炉走 小文能够成功获救 除了警方的不懈努力之外 更重要的是 小文坚强的意志和对求生的渴望 小姑娘还真是不错的 一般人在这样的环境下 还真活不下去 赵高夫妇为了一己之私 仅为7万块钱 就干出如此这般泯灭人性 丧尽天良之事 他们必定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付出惨痛的代价 同样 善良的人们千万不要跟陌生人走 更不要上陌生人的车 不管对方装得有多可怜 晚安 晚安元宝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